今天我們介紹的是相似型的判別性質 那當然剛才我有講到 我們說如果是一般的那種所謂多邊型的判別性質的話是兩個 就是角度要相等 邊長成比例嘛對不對 好那現在講的是 三角形的話呢 它的判別性質有這三種 那其中的最常用的是第一個 打十顆星叫做AA相似 那我先講一下 AA相似其實原本講的應該是AAA啦 你還記得我們講過全等 全等不是有那個SSS全等嗎 什麼SAS全等對不對 好現在請看一下 AAA有相似喔 來馬上畫圖給你看 來我畫圖給你看一下好了 好譬如說 這個等一下你可以把它補充上去 譬如說你自己畫三角形喔 譬如說我現在畫了兩個三角形 注意看 看出去看喔 不是因為醒鼻涕的聲音等一下會錄在這個影片裡面 好了開玩笑 不要出聲音就會更明顯你的聲音了 那就知道誰是誰醒鼻涕了 好了開玩笑 來這邊告訴你是 如果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角度相等 那這兩個角度相等的話 那麼 我就保證它是相似型 OK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說如果是相似型的話 不是對應角要相等嗎 那為什麼對應角要相等 你拚人就會成比例了 原因是 你去想喔 兩個腳如果一樣的話 請問你第三個腳會不會一樣 肯定會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一個80 一個60 就是140 那如果這邊也是80 60 那另外一個一定是40 聽懂嗎 所以如果像這樣子的話呢 就一定保證是什麼東西 一定是AA相似 OK 這個圖你要畫上去喔 請畫講義上面 空白的地方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叫做SAS相似 那什麼叫SAS相似 就是 我現在畫了兩個三角形 請看一下喔 兩個三角形 我盡量畫一模一樣的啦 因為這樣你會比較好 好去做對照 有像嗎 看起來好像不太像 這樣像一點點 好 也是一樣喔 如果我告訴你說 這裡是A B C 然後這裡是A' B' C' 好 那什麼叫做SAS相似 你知道嗎 就是說 假設的 這個角度 這兩個角是一樣的 角A跟角A'是一樣的 然後呢 這裡的AB比上這裡的A'B' 比如這裡是3比 這裡是6 這裡是4 6比4 那就是3比2嘛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3跟2 3跟2 那麼請問你 這兩個會是相似嗎 會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中的角A等於角A' 那就是已經有個A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講的這個S不是相等 而是邊長會怎樣 會成比例 也就是說 我如果能夠證明說 AB比上A'B' 剛好會等於這個AC 比上這個A'C' 然後比如說 都等於多少 都等於那個 AB比上A'B'會不一樣 又等於3比2 他們都是3比2 然後其中的角A跟角A'也相等 那麼我們就說 這兩個三角形會相似 就是SAS相似 OK 好 那第三個的話就一樣 我就不講了 就知道SS相似 就是 三個邊長都成比例 聽懂嗎 好 那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那為什麼沒有這個 AASA相似 因為我們有選過AASA全等 還有AAS相似 為什麼這兩個沒有包含進去裡面 為什麼不用包含 你知道嗎 AASA已經有幾個A了 已經有兩個A了 那對我來說就是這個 聽懂嗎 那AAS也不用 因為你已經有兩個A了 所以事實上那個S對你來講沒有意義 你只要有兩個角度相等的話 就百分之百相似了 所以我們的AASA跟AAS就不考慮 因為只有兩個A就對我的夠用了 聽懂嗎 我再講一遍 三角形裡面只要有兩個角相等 就保證是相似了 那就要AA相似 所以不需要這個 這兩個 OK 這樣會啦 好 再來 第三個 第二個這邊也打五顆星 這時候相似三角形的性質 什麼性質呢 剛才有講到 首先第一個 如果有兩個三角形相似的話 那麼它的邊長比 注意喔 邊長比就是等於 分角線的那個長度比 就是腳平分線比 也會等於高的比 也會等於周線長的比 來 多寫一個 還會等於什麼 還會等於周長比 寫上去 也就是說 只要跟長度有關的 他們的比例都會一樣 譬如說邊長是3比2 那就把他的對角線呢 那個腳平分線的話 就是3比2 高呢 也會3比2 周長呢 也會3比2 看懂嗎 會不會 好 但是面積比就不是囉 它的面積比剛好得什麼 對應變成平方比 也就是說 譬如說有兩個三角形 我就寫一下好不好 譬如說三角形 A B C 比上三角形 A' B' C' 假設它的那個邊長比是 A比B好了 邊長是A比B 那麼代表它的腳平分線 高還有中線還有這個周長 都會是A比B 聽懂嗎 邊長是屬於長度的嘛 但是面積會等於B級 面積 面積就會等於什麼 來把他寫上去 面積就會等於A平方比上B平方 也就是說如果邊長是3比2 那面積就會變成9比4 會嗎 就是幹嘛變平方比就對了 會啦 欸技術這個很重要喔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賽堂課裡面 講到一個東西 我怕同學會亂掉喔 像這兩個三角形 像這個三角形 如果把它卸開來 請問你這麼相似嗎 你一看都沒有相似對不對 可是它的面積比誰比誰 如果這也是3跟2的話 那它的面積比就是3比2 因為它的高是同一個 聽懂嗎 所以我們在考那個面積比的時候 會有兩種考法 一種像這種高一樣的 就是比底 另外一種像這種相似型 就是A平方比B平方 這樣會嗎 要弄清楚喔 這考是會考的 OK